早晨,到了第二天 酒店外的店鋪都被開 現在是8點07分 因為昨天到了很多工作都還沒做 只是走了旁邊的商場和吃飯 所以所有景點和要去的東西都追上今天去 所以來這個二步應該都不可以即日來回 我滿中滿地,不過這間大廈 不同的味道,我又喜歡吃這裏 我們剛剛坐7元骨 來到永發小炒茶餐廳 司機說早上6點30分 做到10點左右就完結了 我們現在是8點30分 近年多的人在這裏吃 我想除了遊客和上年多的人之外 應該年輕人都不會太早來吃 小的7元,大的8元 勞肉 豬腸粉 燒肉 价魚 豬腸粉 不過好像還沒有人在開 我要長江檸檬茶 兩元茶 兩元茶 愛雪 先問他們 這就是15元的燒肉 這碟價值15元的燒肉 雖然口味與香港的相差不太遠 但燒得來也挺好吃 不會燒得硬碎碎 皮也挺脆 有五組燒蛋糕 二老道家燒蛋糕 不是蒸蛋糕 蒸就有水 燒就相反露水 小火乾燒 所以火可以知道是白色 十二十年 沒有水到水 不舒服 放桌面三天 今天是第一天 這半夜做的 是新鮮的 炆蛋糕 這是雞豉湯 河粉還有雲 吃完早餐後 我們正式出發在宜保第一個景點 首先來到這個極樂洞 宜保的地方不太大 交通費也不太貴 很多景點與景點之間 交通費也是乘搭10元 8元或10多元 在這個永發 叫車過來 8元雞馬白 來到這個極樂洞 周圍的環境 給少少石山包圍 因為這個宜保 在這個內陸沒有海 所以都是看山的東西比較多 一去到門口 覺得有少少 又不播那個黑風洞 但黑風洞 最深刻的 反而不是那個洞 反而是這個 黑風洞前面那條 五文綠色很長的樓梯 門口看到孔子像 看這個洞頂 相比起吉隆坡的黑風洞 我覺得這個極樂洞 是更加之美 以及面積更加之大 而且它裏面在一些岩石之間 或者是岩身上面做一些燈光 我覺得都是比黑風洞更漂亮 再者它有兩個山洞之外 再落後的一條後梯 可以通到一個極樂洞的仙景園 還有一樣東西 我覺得這個山洞 它裏面比較乾淨 黑風洞進去好像十六樓 很潮濕 但在這個山洞 我覺得很乾爽 我就不覺得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裏面也有一個極樂仙景園 開到下午四點半 宜保雖然是一個小城市 但周圍都佈滿這一座一座小石山 我覺得是最特別的地方 魚隻太多了 不接受任何魚隻放生 在此如此內 才叫人們不要再離開放生的魚 在這個祠堂裏面 因為已經太多魚了 十八羅漢 十八羅漢 石春路是讓你腳底按摩 很長的石春路 這裏有一個小碼頭 這裏圍著是有一條水道 有些人可以坐這些小艇圍 圍著有水道 公眾假期九至四點半 逢星期二是關閉的 二人船是十二元 四人船是二十元 這裏原來有一個升降機 但是給行動不便和坐輪椅的人士使用 現在在剛才的極樂洞搭了六元一個GRAP 現在來到這個鏡湖 看看多少錢 馬來西亞公民 只要減價四元 但非馬來西亞公民 只要十元 不算 嘩 都很害怕 走上來 一日長 這個就是礦工隧道 隧道長九十米 擁有超過一百年歷史 二十世紀初期客家華人 礦工滑動 在隧道以採取 提取礦石 一時採取礦石 亮燈也挺漂亮的 但你這裏看見外面的湖 挺漂亮的 這裏看出去 如果要坐船 這裏再買票 二十五元 這個位置經職員介紹 用iPhone的廣角0.5來拍攝 是最漂亮的 我現在不是用iPhone拍攝 而是站在同一個位置 就是這裏感 鏡壺裏面 是最完美的景色 有些像布吉 Crabby 那些地方 鏡壺裏 過來這個二拉行 是多少錢呢 800元的Grab 8元馬幣 確定是120元 220元 7元 4元 4元 這裏是一個社旗機構 這裏是社旗機構 這裏是別人捐的 衣服是別人捐的 旅客 喝了 下車 放一杯 酒 合味 發生 二拉行 紅酒 冰糖 有 蔥油 薑 湯 咖喱 雞肉 一家 咖啡 吃卡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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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